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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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是家庭 是我们每一个人出生跟成长 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跟环境 家庭给我们身份 家庭给我们保护 你又透过家庭 你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身份证上面会写出你的父亲 你的母亲 家庭跟婚姻从圣经来看 是上帝所创造跟设计的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 从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当中成长 这对一个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怎么样打造一个幸福的家 但是谈到这个主题 不管是谈到婚姻跟家庭 这个市面上当然有很多的研究报告 还有很多的学术论述 但是好不好在这个场域里面 我们来谈一谈 回到当初的设计者 创造者也就是我们的神 祂怎么样设计婚姻 祂怎么样设立家庭 祂对家庭跟婚姻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按照圣经所指示的原则 来打造一个幸福的家 也许我们在这里所谈的 跟在一般外面所谈的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好不好请你认真的来了解一下 家庭的原创者 婚姻的设计者 这一位天父阿爸上帝 祂到底怎么谈到如何打造一个幸福的家 我想这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 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 今天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说 你们个人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怎么样呢 敬重她的丈夫 所以我相信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我先来谈一谈妻子 圣经提到说 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 请你特别把敬重这两个字圈起来好吗 我想圣经提到妻子的角色有很多 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节 特别提到敬重 我先停一下子 今天讲的这个主题 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 那你觉得我现在还是单身 我还没有进入婚姻跟家庭 那今天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 有很大的关系 你要知道未来的婚姻跟家庭 你要怎么预备你自己 很多人听完今天的信息之后 一定会有一个小小的后悔 我早知道就好了 但是我告诉今天所有的单身的弟兄姐妹 你还没有进入婚姻家庭的 请你跟旁边说你有福 在还没有进去之前先打预防针 先预备好你自己 这个很重要 那如果你已经 已经那个孩子都已经成长了 都离家了 你已经有空巢的状况了 像我一样 那你觉得这对你来讲 已经太慢了吧 我相信不会太慢 我想你有一个正确的婚姻家庭 一个建造的一个概念在你里面 一定可以继续的祝福你现在的家庭 还有你孩子们的家庭 我相信神要透过你把智慧传承给他们 不管你今天来自一个怎么样的背景 我相信今天的信息是给每一个人的 所以我要鼓励你很认真的来领受 圣经上提到怎么样打造一个幸福的家 这一些的很重要的原则或者是方法 第一个我要提到就是 圣经说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 讲到这件事情 我想所有的妻子心里面都会觉得 也还好啦 勉强可以啦 但是能不能再讲另外一处圣经节 会让你稍微再难过一点 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处圣经节 来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一样 今天如果你在这个21世纪讲这处圣经节 你大概被K的满头包 这个什么顺服 跟顺服主一样 这开什么玩笑 我的老公算什么 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子顺服他呢 圣经说做妻子的要敬重你的丈夫 要顺服你的丈夫 首先我要这么说 很多的妻子很爱主 也对信仰很热情 但是他的先生可能不信主 没有来教会 或者他的先生就算是信主 也是觉得这个偶尔来教会 没有很火热的跟随主这样子 有时候我观察到有些的太太 他就是很着急 很希望他先生来教会信耶稣 那如果冷淡一点的丈夫 就觉得威胁力又要他的先生 热心的爱主 火热的跟随耶稣 好像他这样子一样 容许我在这地方告诉所有的妻子们 上帝给你的角色 不是要逼迫你的先生信耶稣 或者逼迫你的先生成为一个火热爱主的人 我告诉你这不是你的责任 他们要不要信耶稣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要不要火热的爱神跟随神是他们的责任 你的角色跟你的责任是敬重他 顺服他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原则 圣经说你要尊重你的丈夫 你不要用很多的情绪控制他 用很多的脾气 用很多的话语 来这样子让他感到很受到压力 圣经不要我们这样做 神要每一个妻子都尊重他的先生 你用关心的 用重视的 用赞许的 用欣赏的眼光来看他 但是请注意一下 请注意一下 我的意思不是所有的男人都配得你敬重 所有的男人神说他们都是伟大的男人 他是都非常值得尊敬 品格良好 极负责任的男人 No 请问圣经上有没有说 丈夫是这么的好所以你要敬重他 有没有这样讲 没有 圣经只是说 作为一个妻子的角色 你的责任是敬重你的丈夫 还有顺服你的丈夫 这就是上帝给妻子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扮演 敬重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会讲几个重点 敬重基本上就是你看重他 你称赞他 你欣赏他 你支持他 你鼓励他 好 我要这么讲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男人配得一个女人 这样子无条件地支持他或者敬重他 不 不是这样的意思 男人并不是这么配得 其实大部分的男人都比较自我中心 都比较不负责任 都比较不懂得体贴 都比较不懂得善待自己的妻子或者自己的孩子 甚至大部分的男人也不懂得照顾自己 我都把男人的缺点全部讲出来了 那这些都是一种客观的事实 那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敬重他 我还要顺服他呢 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男人的一种方式 上帝创造男人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可是上帝把男人放在婚姻当中 他借着太太对他的敬重 对他的鼓励 对他的支持 上帝要让男人成为上帝 希望他成为的样式 所以神所使用最重要的方法论 来成全一个男人 就是透过妻子对他无条件的敬重 好 我要讲说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理解的事情 可是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再次讲 不是男人完美 他的品格良好 他很负责任 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尽善尽美 所以你才要敬重他 没有 你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这样子的男人 但是神要你透过你的敬重 塑造他 行塑他 他逐渐成为神心目中那完美的男人的形象 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姐妹们 好不好 跟上帝合作 来塑造你的先生 你的丈夫 成为一个神 希望他成为的那样子的男人的形象 其实有时候我要跟所有的姐妹说 男人内心是很脆弱的 男人是很需要你来肯定 很需要你支持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婚姻当中 确实姐妹是比较能干 聪明 智慧 有能力 男人相对就是比较拙奔 然后反应慢 各方面都是比较差一点 能力上是差一些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很多时候我看见这个男人在女人面前 就常常低着头 就常常比上去 什么都被比下去了 那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是在这样的结构里面 你更需要鼓励肯定敬重你的丈夫 好 那么我要来谈一谈 到底一个妻子要如何很实际的 敬重自己的丈夫 我给你几个很实际的建议 我认为有四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把丈夫的需要放在孩子的前面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情 当夫妻刚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很恩爱 两个人关系很好 新婚都很好 可是当你们开始进入婚姻生活 特别当你们有孩子之后 其实常常会产生一个现象 一个女人有孩子之后 她的母性整个就被激发出来 她对孩子的爱跟怜悯跟关注 常常会远远超过对她丈夫的爱跟关注 那么这时候我就要提醒所有做妻子的 好不好 这个时候你要很谨慎 很注意 当你有孩子之后 丈夫常常就沦落为第二次要的 或者是不太重要的那一个人 那你把你所有的注意力 全部都放在孩子身上 我必须说有些男人在情感上 比小孩子还脆弱 如果你不重视她 人家外面有一个女人很重视她的时候 那她很可能就 就很容易就被牵引出去了 我必须这么讲 孩子当然很重要 但是好不好 请你注意这件事情 夫妻是家庭中的两根注石 夫妻的关系的稳固 孩子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安全感跟幸福感 我要讲的是我们华人的家庭 常常很为下一代着想 我们为了下一代 我们常常牺牲夫妻之间的关系 我们牺牲我们的金钱 牺牲我们的时间 为了要培育我们的下一代 华人无形当中 都会把孩子看得比配偶更加重要 我要在这地方告诉你 圣经的原则是不 夫妻的关系 永远是在你地上的关系 除了神之外 最重要的关系 是你需要花时间去经营的 我也见过很多华人的夫家庭是 他们愿意把孩子 这个送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上学 因为那个什么读书环境比较好 美语环境比较好 各种生活条件比较好 这有一些地方功课压力很大 然后孩子的发展很受限 所以为了孩子 他们把夫妻分开来 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国外 或者一个在大陆 一个在台湾 用各样子的方式 只是为了养育下一代 而觉得牺牲夫妻之间的关系 没有关系 让我在这地方郑重的 慎重的 严格的说 有关系 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你不可以为了孩子 而牺牲夫妻之间的关系 简单来说 夫妻不能够长期分离 你不能够一个人在台湾 一个人在国外 或者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国家 一个人在台湾 只是为了要经济 或者让孩子有好一点的教育 或什么样的环境 不 我要鼓励大家 上帝设计不是这样子 对孩子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好的经济生活 甚至不是好的求学环境 对孩子来说 在他的成长过程 拥有不缺席的父亲跟母亲 双重角色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充分的被爱 被教导 这样子的孩子 才能够被培养出一个 有安全感 有自信心的下一代 那么他人生 不管面临什么的风浪 他就有健康的身心灵 去面对这样子的人生风浪 你有没有看过多少人 他们得到博士学会 他们的英文很好 他们专业很强 可是内心极其破碎跟不安 你要什么样的下一代跟孩子 你一定要抓住圣经的原则 圣经说 夫妻关系才是孩子健康跟幸福 一辈子的根基 所以你要 你爱孩子吗 如果你爱孩子 你要先爱你的配偶 这就是圣经的原则 不要为了孩子而牺牲夫妻 任何的关系 不管在时间 在资源的分配上面 这是圣经给我们非常重要的 一个原则 所以经营夫妻的关系 要放在孩子的关系之前 就算你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需要 你仍然要稳固夫妻的关系 这才是孩子最大最大的幸福 我记得我在学生时期 青少年时期 我父母关系有一些的争执 我都可以感受到我内心的恐惧不安 我知道我妈妈很爱我 我也知道我爸爸很爱我 可是他们两个不是很相爱 你了解吗 那所以我在家里面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很有可能 随时会裂解 随时会一个人离开 我就没有了爸爸 或我就没有了妈妈 我有 我记得我有印象以来 我常常内心无形当中 有这种恐惧在我的里面 你知道一个关系不好的父母亲 那是给孩子最大的伤害 你给他再多的金钱 你给他再好的学习环境 对他来讲都是吃药的 所以所有的父母亲醒过来 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 你知道给孩子最好的是什么 恩爱的爸爸妈妈 阿妈妈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再来一个 做事情决定之先 好不好先跟丈夫商量 这个意思是表明尊重 我发现很多妻子比丈夫更有直觉的能力 你知道上帝创造女人就是很厉害 对一件事情啪啪两秒钟 他立刻知道这件事应该怎么解决 或者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他一看穿透三层 看见这些事情 那他所以知道答案是什么 应该怎么做 可是男人不是这样 男人通常都需要经过逻辑的思考很缜密 为什么 坏完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 但是女人很快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女人会很快的做决定 但是好不好 这个时候做妻子的尊重丈夫 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 征询丈夫的意见 还有丈夫的同意 这会使丈夫感受到被尊重 我知道这样讲很简单 操作起来很辛苦 很多人说修哥你不知道 我如果说那些事都问他 我什么事都不要搞了 我今天哪里可以这样子做呢 是 确实我知道 有时候这个真的是很为难 但是我要讲的是一种态度 如果你们今天能够彼此有一个 好的沟通 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彼此有一种尊重 有一种征询的态度在里面 我相信丈夫会感觉到很被尊重 所以我鼓励你这样子做 这是丈夫之所以能够成为头 成为一家之主很关键的地方 你知道上帝很特别 上帝说丈夫是头 对不对 那头 你知道两个人 一个人怎么当头 如果另外一个人不承认他是头 他头什么头 你同意吗 你如果说五个人 其中一个人当头 两三一个人不承认 两个不承认 其他人承认 那他还是头 可是如果两个人的团队 一个人说你是头 一个人说哪里你不是头 那就不是头了 所以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 是另外一个人说你是头 你是leader 他才成立 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 这就是圣经说的 圣经说好不好 妻子们尊重你的丈夫 让她做头 让她做一家的领袖 这是上帝设计婚姻很关键很关键的地方 如果是这样子你就尊重她 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 征询她的意见 跟她讨论一下 我觉得这样子男人会觉得很被尊重 还有再来一个 满足他的要求 或者满足他的需求 我必须说 每一个男人内心都有一个小男生 都有一个小男孩 那个小男孩很喜欢玩 那个小男孩有时候有一些的嗜好 有一些的乐趣 虽然他外表已经是成年的男人了 可是里面常常还很顽皮 里面常常还很想出去 捞一捞 玩一玩 那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些嗜好或乐趣 你要了解你丈夫的需求是什么 只要是合法 合理的健康的需求 可能是一些嗜好或者是一些运动 请你不要阻止他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要鼓励他去做这些事情 有些妻子非常讨厌她的丈夫去看球赛 很讨厌她的丈夫去打高尔夫球 很生气她的丈夫 一天到晚在做她的事情 都不来花时间关心她 都不花时间来陪她 是 这个是等一下我要跟先生说话的地方 但是我现在先跟太太说 好不好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些的嗜好 如果他有一些健康的嗜好 好的运动 例如说我知道有些男人喜欢钓鱼 我就常觉得钓鱼有什么好玩的 就一根一根插在那里 坐在那地方 这样做整天这样好玩喔 这样好玩喔 他们说你不知道那一刻 当鱼钩上来的时候 整个被喜乐充满那种感觉 我说好好好 所以有些人他们对有一些嗜好 他们是很热情的 那也许你做他的太太 你是在怎么想都想不通 这有什么好玩 但是我鼓励你 只要他不是不健康的 不是犯罪的 例如说去赌博 去不良场所 去酗酒 那当然那个不好我也不同意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 他有一些嗜好 是健康的是好的 我鼓励你支持他做 我告诉你 你如果拒绝他 你坚持不让他做 每次他做到很有压力 偷偷摸摸的做 有一天他都做一些 让你很痛苦的嗜好出来 我常说有一些健康的 好的运动 好的嗜好 总比他看A片好吧 总比他看A片 总比他去一些不良场所好吧 总比他跟一些不好的朋友 鬼混好吧 我的意思是说 给他一些出口 给他一些 一些他可以去满足的地方 男人有时候需要这样子 我必须承认 那修哥你有吗 我们家那男人一大堆乱嗜好 你有嗜好吗 我也有嗜好 你的嗜好是什么 我告诉你 我的嗜好是下围棋 围棋健康可以吗 最近AlphaGo 我非常专注这个新闻你知道吗 我就人类完了 人类完了 不过我没有那么高段 不需要那么担忧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我的嗜好 我也确实有一个嗜好 那我跟金梅之间 他很了解我这个嗜好 所以我就有机会 我就在网路上跟人家下围棋 我从不跟人家对话了 只有对话说 谢谢指教 就这样子而已 其他都没有 那我就是 那要缴钱的 那个网站是要缴钱的 那我就跟人家下围棋 那透过这样子 我觉得我可以放开 我现在所有其他的事情 而仔细的在围棋的领域里面 去有一些的休闲跟活动 其实我从那里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 简单插播一下 围棋之所以成败 插播一下 围棋之所以成败 都是你对优先次序的判断准不准确 有没有比对方高端 你对于重要不重要的事情 你的判断比对方更准确 那么你就赢他 你同意吗 因为一人下一子很公平 但是为什么他赢你 因为他对于重不重要 优不优先 他看得比你更精准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子 每一个人都在花时间 每一个人都在花金钱 可是你的人生 优先次序是什么 什么东西是你优先 投资你的时间跟金钱的地方 会决定你人生的成败 阿们吗 所以夏威曲很有哲理 你知道吗 不管是不是好玩 讲那么多 不管怎样 这就是男人的兴趣 那我很感谢我太太允许我 但是我跟你说 我是以太太为优先 你知道有时候我下午期下到一半 关键中的关键 这一次我正在思考 要怎么落子的时候 突然我老婆说 来来来跟我讲个话 讲个话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已经学会了 这也是经过长期专业严格的训练 只要我老婆召唤我的时候 我立刻弃止投降 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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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这是伟大的男人 放弃的东西 我跟你讲 但是我已经决定了 只要我老婆也有需要 我立刻弃止投降 我关机 我下去 我跟我老婆交通 谈话 因为她有需要 我要讲的就是 虽然我有我的嗜好 但是我以我老婆的需要为优先 阿们吗 但是我知道我太太也很支持我 在这方面 我要讲的重点是 每一个男人可能需要有一些的嗜好 有些人可能是运动 有些人可能是做各种其他的东西 只要是健康的 不是不好的东西 好不好 你鼓励她有这样的嗜好 我告诉你 这可以解决你很多问题 我跟你讲 男人很麻烦的 有些地方 你要让她有一些出口这样子 但是有一种东西很特别 男人的需要大部分都会在婚姻之外 得到合法的满足 例如她要有成就感 她需要被称赞 也许她要透过老板 透过员工 公司 她的事业上 她的专业上面 她得到很多的鼓励跟称赞 她要钓鱼 你不喜欢钓鱼 她有钓鱼的伙伴 她想去做运动 你不喜欢运动 她有运动的朋友 只要这些东西 她都可以在外面得到满足 可是男人只有一件事情 他没有办法合法的 在婚姻之外得到满足 那件事情是什么 性生活 所以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做妻子的 不要拿性生活当做任何的条件交换 情绪控制来控制你的先生 一样先生也不要拿性生活来挟制 或者来威胁你的太太 圣经上说当你结婚之后 性生活已经你没有主权了 请你跟妈妈说你没有主权 这个主权在你的配偶身上 圣经说你们要彼此满足对方 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可以在别的事情上面 表达你不舒服你的意见 可是在性关系上面 请你尊重你的配偶 满足他的需要 那我通常知道 在夫妻之间的关系里面 丈夫在这一方面 通常一般来说会比较有需要 那么我要鼓励姐妹们 太太们 在这一方面你要满足他的需要 不要在这一方面有任何的情绪的掌控 有任何的这种条件跟筹码 我今天要鼓励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让你的先生单单从你在这件事上 得到满足 再来你要帮助跟支持他 完成他个人的目标 每一个男人我必须说 多多少少都有他一些内心的期待 跟人生的梦想 我要这么说 那做一个妻子的 我鼓励你去了解丈夫的梦想跟他的目标 那只要不是不好的 是那些对的 而且有些是合乎圣经 是美善的事情 那么我要鼓励做妻子的 要支持他 要鼓励他 我知道有时候做妻子的很务实 就是你想那些都没有用了 那些能够赚什么钱 那些能够生活吗 那些怎么会花很多时间而已 你认真去工作比较重要 你认真把家里照顾好比较重要 你更多花时间给我跟孩子比较重要 是 也许这些也都很重要 但是我必须说 每一个男人的内心 其实多少都有一些的梦想 都有一些他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么好不好 我要鼓励做妻子的 给他支持 给他鼓励 只要那不是不好的事情 那些是美好的 有些甚至是合乎圣经的 我个人非常感谢金梅对我的支持 我从大学时期开始 我就宣教充满热情 我就觉得应该要传福音 应该要喧敲 那金梅当然也觉得很好 可是她没有像我这么夸张 她也觉得人生要务实一点 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 金梅在这一方面 对我有任何的设限跟拦阻 反过来她常常鼓励我跟支持我 甚至我在不敢 因为面对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 我不太敢下决定的时候 她会很勇敢的支持我冒一个险 下一个决定 能够去完成上帝给我心中的那个梦想 我今天站在这地方 我要很感激我的太太 在这一方面对我的支持 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 我告诉你 男人永远感激在心头 我见过有一些的夫妻 丈夫有一些的梦想 坦白说 我也觉得那个梦想很不切实际好不好 这个想太多想太远了 那她太太就是觉得 不要乱想那一大堆东西 这个很花钱很花时间的 别想那些这无济于事 但是我就发现这个丈夫 她就是真的很想去做一些 她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也是圣经上很鼓励很好的事情 可是那个要花时间也要花钱 可是做太太的却坚决的反对 不允许她的先生跨足去尝试那个领域 到最后夫妻关系 虽然也是维持住 可是非常非常的挣扎 非常非常的痛苦 这个丈夫有时候就跟我说 我太太从来没有支持我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好可惜 我觉得好遗憾 我要鼓励所有的做妻子的 你要知道你的先生 上帝放在他内心中有一些的梦想 有一些的热情 那上帝之所以把你放在他的旁边 不是要你去限制他 上帝是要你帮助他成功 阿们吗 那你说那这样子家庭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带你来帮助他的地方 上帝要透过你帮助他的同时 又可以把家庭跟孩子照顾得很好 而且有一天你会发现 当你们一起完成那个梦想 或走在那个梦想的道路的时候 你的梦想也被成全 你的梦想也被成就 我常会发现太太有一个问题 那我支持她的梦想 那我的梦想呢 我的梦想谁来支持呢 这个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夫妻的梦想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我鼓励你先放下你的梦想 去支持你先生的梦想 那我的呢 我的呢 我告诉你 有一天在你支持你先生的梦想的过程 跟路径上 你会发现你的梦想被成全了 我讲的是真的 我讲的是真实的 这个东西是一个奥秘 你以为你牺牲了你自己的人 人生目标跟梦想支持你先生 我就没有了 不 属灵的法则是 你去支持你先生的梦想 你会惊讶的发现你的梦想也被成全 对金梅来讲她最大的梦想 其实是第一个 好好的养育孩子 还有好好的爱耶稣 好好的在属灵里面去祷告 去经历神 而且去关心很多有需要的人 他最希望看见一个人跟他交谈完之后 他的生命得到很大的祝福跟改变 他很想关心别人 很想牧养别人 他也很想把孩子跟家庭都照顾 他对人生没有什么伟大的 什么鲜交意向的 改变世界 那个他没有那么热情 但是他看见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支持我 那其实我发现在建立教会这些的过程当中 金梅的恩赐被大幅的被成全 他透过他牧养两个小孩 他牧养的职能被神大大的开发 以至于他可以牧养很多弟兄姐妹 他透过这些建立教会的过程 他得到更多的装备 特别在内在医治 在属灵恩赐上得到更多的装备 让他更有能力的去帮助别人 以前可能只是他的负担 像热情跟感动而已 现在再加上更多圣灵的同在跟恩赐 在他的身上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说 也许丈夫跟妻子之间 有不同的目标跟人生梦想 可是做妻子的 敬重你的丈夫 支持她的梦想 你会看见有一天你的丈夫 会回过头来支持你的梦想 阿们吗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过程 如果一个妻子能够这样子做 我相信这句话是给妻子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来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 必不缺乏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所以我要考报鼓励所有的做妻子 能够这样子来对待你的丈夫 一个男人最需要的就是被妻子敬重 如果这样子你扮演好一个妻子的角色了 接下来我要来谈一谈 圣经说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 但是丈夫要爱她的妻子 像爱自己一样 圣经在另外一处圣经说 丈夫要愿意为妻子舍己 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 有时候我在想一想 顺服敬重比较难 还是舍己舍命比较难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死有时候比较难 如果肉体一下子死掉 那倒痛坏你知道吗 不是 是抑制的死 然后很不甘愿的这样子 又要去做一个很不想做的事情 你知道这种死才是真正的辛苦 但是事实上爱就是这样子 所以第二个标题我要给你就是 丈夫要爱她的妻子 现在的死人在讲爱 都讲得太天真浪漫 我们相爱什么都可以 你如果知道爱真正的内涵跟意义是什么 很多人逃离爱我跟你说 但是圣经讲丈夫要爱她的妻子 圣经说丈夫是一个家的头 是一个家的领袖 那爱妻子就是要为妻子舍己 耶稣特别对领袖做首领做头的 耶稣下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很有意思 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 来 圣经说如果你要当头你要当领袖 你要做大的人 你要做人家的什么 仆人 这个仆人在耶稣那个时代 注意 不是现在这个时代 耶稣那个时代的仆人是什么意思 几乎是奴隶 我的意思是 你说丈夫要当妻子的奴隶吗 其实严格讲起来 圣经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圣经说做丈夫的 你要准备像奴隶一般的来服侍你的太太 服侍你的孩子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心智 你没有真正准备要爱你的孩子 爱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 你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今天先不要讲去死 去牺牲什么舍己 有时候做丈夫的放下你的方便 放下你的坚持 放下你的尊严 来服侍一下你的妻子 或者来服侍一下你的孩子 容易吗 容易吗 我必须说在我们华人的大男人的沙文主义里面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今天既然讲丈夫 讲男人 我就比较放胆一点 我因为我自己是男人 今天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婚姻的家庭的问题 这个世界有性解放的问题 这个世界有所谓的女权运动 贫权运动 这一大堆的问题 我看起来追根究底是男人不负责任 就这样子 男人放弃他当头当领袖的责任 他摆烂不管 那你看一个家庭如果男人摆烂不管 逼的女人只好起来当头 你同意吗 逼的女人只好起来掌管一切 那很多事情从这里面衍生出很多的 很多的关系的错乱 还有很多的混乱 可是起初不是这样子 上帝创造了男人的目的 就是男人要做领袖 男人要做头 那领袖做头的意思就是要来服务家人 就是要来服侍众人 我要鼓励所有的弟兄跟弟兄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思维 你做丈夫的角色 我要奉主的名砍断 从华人五千年来的文化 对一个男人在一个家庭里面的形象 我现在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 粉碎跟砍断他吗 你说那如果照你这样讲 男人哪五种 被妻子踩在脚下 怎么看呢 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正了解婚姻家庭的意义 你真的愿意去爱 舍己的爱你的妻子 爱你的孩子 我告诉你 你的太太拼死拼活 都来跟随你 阿们吗 我太太曾经跟我说 如果一个丈夫知道怎么样 好好地对待她的太太 善待她的老婆 了解她的老婆 爱她的老婆 她的太太 做牛做马 死给她看都甘愿 但是大部分男人不懂这件事情 但是大部分男人都死给我看 然后死给我看吗 我问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先死 人家基督先为教会死 阿们吗 你有没有先为妻子死 你有没有先为太太 先为孩子死 好 我讲这些东西也许比较夸张一点 我只是先要改变男人 对家庭对婚姻的一种架构 一种看法 神 当神说男人是头 是一个家的元首的时候 男人要做仆人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 男人要对一个家庭的成败 负起完全的责任 神没有把一个家 一个婚姻的成败 交给女人负责 神把一个家庭跟婚姻的成败 交给男人负责 我知道很多男人心里 你不知道我娶的老婆是什么老婆 你要是知道 你绝对不会想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只是说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一个家庭的成败 一个婚姻的成败 男人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 好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 我们要怎么样打造一个婚姻 幸福的婚姻 我要怎么样来爱我的妻子 当然很多 但是我想我现在抓几个重点来讲就好 这个是我们一般比较忽略的 第一个 学习倾听你的妻子 我要这么说 做一个太太的人 她很需要丈夫对她的了解 好 这个东西我稍微说明一下 你的妻子可以有很多好朋友 但是她们没有办法取代 你对她的了解 也许她有很多粉红知己 有很多在这个外面的一些的死党 她们都可以聊很多天都很好 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姐妹 她们都可以深度的沟通跟谈话 可是这个永远没有办法满足跟取代 丈夫对她的了解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上帝所设计的 女人需要的不是归纳跟分析 她需要的是你的了解 还有甘心乐意专注的倾听 体会她的感受 女人比较需要用话语来表达她内心的感受 所以先生们 当你的妻子跟你说话的时候 请你带着了解她的心情 而不是指证她 教导她 帮助她找到答案 我想在这里我们主日或者各种课程 我们都会讲过 这是经过长期专业严格的训练之后 我们男人终于了然于心 所以当太太跟你谈话的时候 请你不用告诉她答案 她冰雪聪明她早就知道答案了 她只是要你了解她的感觉 她只是要你陪伴她这个过程 所以她需要你听 你只要说 辛苦你了 好痛苦 不容易 为难你了 就这样子 其实很简单 阿们妈 但是男人就是不想这样做 告诉你这答案就一二三就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绕那么远 可是对女男人讲她不是要那个东西 她要你了解她 她需要你陪伴她经过这个心路历程 好 你觉得这样子很啰嗦 很麻烦 我告诉你 你错了 你不这样子做 你麻烦更大 我跟你讲 你麻烦更大 我很感谢神我太太 从结婚之后就长期的跟我 教导我说她最需要的就是跟我讲话 我这个人是 这不是我的习惯 我只能这样说 但是我仍然必须说 我已经被她养成习惯了 我太太现在 金美姐现在在美国 她去Besel 还有要去江秀琴牧师那边 她去观摩一些 她们做培育信念的一些的东西 回来回来 再来做我们教会的内部的整合 所以她这段时间出差去那边 你知道她去国外这将近两个礼拜 下个礼拜她就回来 这两个礼拜之间 我们每天晚上至少讲话超过一个小时 她需要讲话 她就是需要讲话 我告诉你 她需要讲话 她需要告诉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她在聚会 她很兴奋 很兴奋的事情 她跟同工谈什么 谈什么 谈什么 她就说 这样子 对 这样不错 那很嗨 这样很好 我几乎可以不用太多说什么 她就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我讲 我了解 我要插手讲说 我这里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趁她吞口水的时候 然后稍微擦一下 她也会很高兴 然后讲完之后 她可以再继续讲 她今天感觉 感觉的感觉 感觉的感觉 这样子 那其实这是我们长期多年来 累积上来的习惯 她一定要把她的感觉跟我讲完 她才可以安心的睡觉 那我也给她这样子的空间跟时间 其实这对我们两个的关系 是非常关键跟重要的 好 我这样子讲 请所有的姐妹不要回去跟老公说 你看人家牧师这样子 你看人家怎样 请你不要立刻这样子好不好 我只是说 在这一方面我们都可以成长 阿们吗 我们都可以成长 我今天讲的这一些的 都是你成长的目标 请你不要拿着一根尺 回去量你的丈夫 量你的妻子 你有没有这样子对待我 我要鼓励你 不要这样 你想你自己就好 你可以这样子来对待你的配偶吗 如果你愿意这样做 我相信他会非常感动 非常感激 那么对丈夫来讲 我鼓励你 也许男人话不多 但是你可以仔细的聆听了解 你的妻子的内心世界 她的感受 其实有时候你这样听 你会得到很多 其实我从金梅的对话里面 我得到很多的启发 我得到很多智慧的引导 我讲的一点都不开玩笑 我是讲真的 神为你所配合的是最好的 你不要觉得那是花时间浪费时间 就像我说的 有时候我下围棋下到一半 我老婆呼召我跟她讲话的时候 我立刻把围棋禁止掉 所以我现在应该不止 只有现在的级标 我现在刚上初段 理论上我应该三段了对不对 我只是因为这样子不断的放弃 所以我现在变成这样子而已 没有开玩笑的 不管怎样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这个是很优先的 对姐妹来讲这个很重要 再来一个分担家世 在我们华人的文化 或我们东方的文化里面 我们认为家世应该都是女人做的 家世应该就是太太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要鼓励大家 这不是因为我们活在21世纪 我才这样说 我才讲的是圣经的原意是什么 其实圣经的原意是 家世是一起要来分担的 我要这么说 按照圣经的原则 家世不是女人的事 一个家中所有的事都是男人的事 因为你是头 阿们吗 你是领袖 请问台湾如果出现重大的问题 谁要负最大的责任 谁 总统嘛对不对 旌旗教会如果发生最大的严重问题 谁要负责任 谁啊 你很狠 阿们没有错 我要负责任 你知道吗 那么一个家庭 如果我问你 如果你下班回家 家里这么混乱 然后孩子都没有教养 被学校不断的克诉 然后你回家 就老婆 你到底是怎么弄家里面 你的孩子是怎么教的 你家里是怎么整理的 我告诉你 你没有权利这样说你知道吗 那是你的问题 那是你的责任 因为你是这一家的leader 当神来到你的家 看你家里面很乱没有整理 看你的孩子都很混乱 人家克诉一大堆 你的神不会指责你的太太 神会指责说 男人啊 你怎么领导你的家庭 阿们吗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这是上帝赋予男人的责任 所以你当然可以分配工作 可是家事最后有没有做完 家里面最后 这个家庭最后的成败的责任 是在男人身上 我不是说女人都没有责任 不是 可是我要讲的就是 就好像一个团队 一个国家 一个组织 他的成败是由那个leader 记得要负最大的责任 阿们吗 同样的一个婚姻跟家庭 上帝找男人要负最大的责任 所以我要鼓励你 你就是头 头就是要做仆人 而家事本来就是仆人要做的 阿们吗 我这样讲的不是现代当代的什么什么 男女平权的这概念 不是 这是圣经本来的意思 下面一个影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 我很喜欢这个影片 我叫你 丝补 当我感觉 当我默 然后我感觉 之后 你 Standing 抓我 收起来 你 开始 你的纸奈 进 每一天 一 inner Six 下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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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是 我不知道我们华人五千年来的文化 我们台湾人五千年来的文化 我们已经离圣经的标准非常遥远了 我今天要鼓励大家 家庭男人要负起成败的责任 你不要责怪你的太太 责怪你的孩子 责怪任何人 如果今天有任何产生 是因为累积多年以来 你已经不知道你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 所以我要鼓励你勇敢的当仆人 其实是当领袖 当领袖其实是当仆人 来服侍你的家人 来领导你的家庭 如果你的妻子做家事 你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她 她是因为爱你为这个家庭付出的 甘心乐意的分担家事 不是她当做的 你了解我意思吗 这个是观念的改变 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你的妻子 面对你的家人 我告诉你 你的妻子会做得比你想象的更多 但是如果你觉得 这本来就是你该做的事 怎么没有做好 那我告诉你 你会看着下次回家家里更乱 我跟你说 这是一种态度 我在讲的是一种态度跟责任的问题 如果男人知道 一切轰不隆东 我要为家庭的成败 负最后最大的责任 那么就算你凹下去做这一切的事情 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我要说的重点在这里 还有常常赞美她 赞美是女人的维他命 做妻子的需要常常感到 自己是很值得很配的被爱 很有价值的女人 她要觉得她活在爱当中 如果赞美 那么如果你常常赞美你的妻子 你会滋润她的生命 丈夫 特别是华人的丈夫 很难吐出象牙 很难讲出这种话出来 有时候实在讲不出来 你讲不出来写卡片可以吗 写卡片可以吗 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原生家庭很多的习惯 我们不太容易这样子表达 我鼓励你 必要的话可以写卡片 所以请各位弟兄 放下你的尊严或骄傲 照着你妻子所需要的告诉她 你有多爱她 你多感谢她 你多赞美她 我的太太常常跟我说 如果一个丈夫懂得 常常用话语肯定感谢赞美她的太太 她再说一次 太太做牛做马死都甘愿 关键就是如果你愿意用对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其实他们都很愿意 最后常常拥抱她 这对有些弟兄而言 不是你天生习惯的事 有些时候我们来自一个原生家庭 是不常常拥抱的 我的家庭就是这样子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常常抱我 长大之后就不太抱了 那我爸爸没有抱过我 好像勉强一个模糊的印象而已 我们家兄弟姐妹是打来打去 也不会抱来抱去的 就这样子 好 那在这样一个成长的背景的里面 我就不太知道肢体的语言 拥抱所带来的温暖跟那个爱的感觉 我在结婚之后 精美教导我很多这一方面的东西 让我慢慢习惯去拥抱家人 我孩子跟女儿现在都在外面读书工作 所以回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紧紧的抱着 这不是我原生家庭的习惯 但是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我记得一开始我这方面还不是很习惯 有时候我精美去外面可能退休会 或是在外面不在几天 她回家的时候我看到她很高兴 我就赶快把她的行李拿去房间 然后把她弄好 帮她打理这个东西 帮她赶快放松她的一下的工作 让她赶快进来喝杯水这样子 她站在旁边看我在忙东忙西弄她的行李 她说不会抱一下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没有那个习惯 我以为我提供你最大的服务 就赶快用吃的用凉的给你喝 然后帮你把行李打点好 这就是我觉得我爱你跟表达的方式 可是女人需要抱我一下可以吗 这么多天看到我都没有想抱我的热情 你是怎么了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误会了 但是我要讲说 这可能你不习惯 不习惯也要学习 请你干嘛说不习惯也要学习 当我们愿意这样子顺服主的命令 放下自己的习惯 跟原生家庭的很多的观念 舍己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你愿意来服侍我们妻子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个甘心乐意敬重顺从你 爱你的妻子 阿们吗 我知道我今天讲的女生的四个重点 给妻子的四个重点 给男生四个重点 我要鼓励你 你不是把这拿回去衡量你的配偶好不好 我是要把它拿来衡量你自己 请你跟旁边说衡量自己 你要看我在这一些点当中 我还有没有成长的空间 我还有没有哪些地方 我可以扮演更好的角色 那如果你觉得说我就是爱不来 我就是做不来 我没有能力可以去这样做 我同意 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被爱过 我们很难爱别人 我们没有被体谅过 我们不容易体谅别人 我们没有能力去给予的时候 我们就无法给人 所以关键在这里 如果你今天觉得内心很空虚 你需要别人来帮助你建造一个美满的婚姻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爱的能力 没有动力去爱 怎么办呢 答案是只有神才能帮助你 阿们吗 所以有两处圣经节我们一起读来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 爱的源头在神 如果你觉得在你现在的婚姻当中 你已经没有爱的能力了 你已经失去爱的动力了 那怎么办 那么来到神面前 先来领受神的爱 当你被神的爱所充满跟滋润的时候 你才有能力去爱你的配偶 爱你的孩子 我们再读一次 来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 我们领受神的爱 我们才会得到能力去爱 所以第三个标题非常重要 带着你的全家投入教会生活 因为透过教会生活 我们可以跟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 我们可以源源不绝的领受上帝来的爱 我们才会有动力 才会有能力去爱我们的配偶 去爱我们的孩子 而且用真理的方式来爱他们 今天你在外面任何一个讲座 会讲我今天所说的这些东西吗 我告诉你你会很少听得到 但是我今天告诉你 圣经教导我们 就是要这样子妻子敬重你的丈夫 丈夫要舍己的当仆人一般的 来爱你的妻子 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去操作 那你的资源跟能力是从神来的 那么你将看见 你可以打造一个幸福的家 那不是你靠着你做得到 是神与你同在你可以做得到的 圣经告诉我们 教会是我们不可缺少的 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请你把最后那句话划线 当神在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 其实神是在讲到 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 其实神把家庭跟教会是放在一起的 神从来没有要一个属神的家庭 脱离教会而活着 神要每一个人都有教会生活 而且带着你的家庭来这里过教会生活 也透过这样子 你才能够源源不绝的领受 上帝透过教会所要给你的爱的能力 2012年的时候曾经做一个调查 台湾做一个教会界做一个大规模的调查 调查基督信仰跟社会研究 这个调查报告很有意思 这个调查报告如果你看 已婚的就是在婚姻关系当中的基督徒 或天主教徒 他的快乐或者很快乐 他的比例加起来超过六成 如果他不是基督徒 在婚姻当中的关系 他很快乐跟快乐加起来 大概三成多而已 那如果你把很快乐的程度拿来比 有信仰的人他们很快乐的是没有信仰的 很快乐的超过两倍以上 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过着教会生活的基督徒 他在婚姻当中很快乐的人 跟没有这样子的人是差很多的 我要讲的重点是 信主在教会过教会生活 对你的婚姻家庭是极为重要 阿们吗 不要忽略这件事情 不要觉得你靠着你自己的努力 可以经营一个打造一个幸福的家 很困难我必须说 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困难 我们必须透过上帝给我们的属灵的家教会 我们一起来建造打造一个幸福的家 如果你愿意的话 最后你可以宣告 约苏亚的宣告 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如果你愿意这样子 带着你的全家投入教会生活 而且参与教会各样的服事 我告诉你 神要大大的祝福你的家庭 还有你后代子孙 我最后必须这么说 我自己的原生家庭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 是 我的父母亲的关系 未必很恩爱跟很好 我在这当中点滴在心头 我记得我小时候心中充满恐惧 我父母随时有可能离异 这样子的恐惧感 如同阴影一样随着我随身 随着我成长的过程 一路的在我的生命中 但是我最感谢的是 我父母亲把我带到教会 透过教会生活 让我得到一个家庭之外 一个属灵完整的家 使我的生命得到很多的充足的补充 所以我今天要鼓励在场所有人 不要轻看教会生活 我再次说 你不一定要来旌旗教会 可是你一定要去一间教会 阿们吗 透过这样子 你的家庭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这样子 来打造幸福的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神我奉祢的名祝福每一位 亲爱的来宾朋友弟兄姐妹 主让我们都可以按照你的话语 按照你的真理 还有你圣灵的大能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来打造一个幸福的家 帮助我们扮演好丈夫的角色 帮助我们扮演好妻子的角色 主让我们可以同心的来建造 你所喜悦幸福的家 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 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神也把一些人的光景 放在我心里面 我要用一些话来鼓励你 来安慰劝勉你 第一种人我灵里面我看到 我们当中有人 不管在现场或分场点 或在看到这个视频的 你是一个单亲家庭 你觉得你已经失去 打造幸福家庭的可能性了 你心里面是这样子想 但是我觉得今天神要跟你说 不我的孩子 你可以打造一个幸福的家 我觉得神说 祂看出你的付出 看出你的努力 你是多么努力的 尽力可能的来爱你的孩子 你也很爱神 我觉得神今天要跟你说 祂必要来支持你 祂要来帮助你 祂要鼓励你继续的信靠祂 继续的跟随祂 我觉得神今天特别 要给你的一段话就是 你要放心 你的孩子的一生在神的手中 祂必会保守 祂必会带领 你不要让祂离开教会生活 你要紧紧的把祂带来教会 这是神给你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提醒 而且我觉得今天神要给你一段祂的话 神说祂必要供应你 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上面所说的 神说祂必使你不至缺乏 从人来看 也许你少了妻子少了丈夫 孩子们少了爸爸 或者少了妈妈的一个角色 也许从人来看是有所缺乏 但是神今天应许你 神说你必不至缺乏 我觉得神今天要把这样的话 带到我们当中许多单亲的家庭当中 第二种人我里面觉得我们当中有人 你是一个绝望者 面对你的婚姻 你觉得你是绝望的 你是死了这条心的 你虽然没有离婚 但是你对这个婚姻 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 已经没有任何的盼望了 我觉得今天神要来鼓励你 我觉得神今天说我的孩子好不好 请你不要把焦点放在婚姻有没有盼望 这件事 甚至也不要把焦点放在你的 配偶的改变上面 你对他有很多的期待 你希望他成为怎样怎样怎样的人 神都知道 但是我觉得今天神鼓励你 把你的焦点转移过来 放在你自己身上 看看你自己哪些地方可以改变 哪些地方可以成长 我觉得我在预备信息在特别谈到绝望者 对婚姻绝望者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图像 这个图像就是太阳从东边升起来 从西边落下去 你知道当太阳在动的时候 阴影是随着改变跟转动的 换句话说我觉得神今天要鼓励你 你就像那个太阳在你的家庭当中 当你愿意改变跟转动的时候 阴影也会随着改变 意思就是说当你愿意自我成长 当你愿意焦点聚集在自己身上 有什么地方我需要改变跟成长 你愿意努力的去做的时候 有一天你会很惊讶的发现 你的配偶改变了 你会很惊讶的发现 你的孩子改变了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不要绝望 神说孩子我给你盼望 聚焦在你自己的成长 聚焦在你自己的改变 只要你愿意改变 你将看着影子也将随着改变 你的生活旁边的人都将随 因为你而陆续的改变 他们也会朝向基督越来越美好 最后一种人 我特别要提到我们当中有一些婚姻 一些家庭 你们对孩子的态度 我觉得你们对孩子的态度 我觉得圣灵说要改变 你要把对孩子的看重转为 你们夫妻关系的看重对方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我觉得圣灵要再次的提醒跟鼓励你 孩子们需要的不是更有钱的父母亲 孩子需要的不是更好的教育环境 孩子需要的也不是更专业的师资 还有他的训练 孩子需要的是一对恩爱的父母亲 他们能够花时间陪伴他们成长 一路的在他们身边的父母亲 能够随着他们成长 他们人生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挑战 挫折 问题 爸爸妈妈都在旁边 能够倾听他们 能够了解他们 能够陪伴他们 能够支持他们 他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父母亲 他们不需要更有钱的父母亲 我今天要把这句话带到你的生命当中 请你把焦点拉回这个地方 神非常爱你跟你的孩子们 但是你一定要扮演好 做父亲或做母亲的角色 你们的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 这是你们有限要经营的 透过这样子 神要祝福你的后代 神要祝福你的孩子们 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 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 你还不是基督徒 或者你还不太确定 你跟这位上帝之间的关系 不管在现场或所得分堂点 我要再次说 我有爱是从神来 爱的能力只有从神的地方可以给你 也许你觉得你已经耗尽了 你不知道怎么样爱你的家人 爱你的配偶 爱你的孩子 神说好不好 孩子让我来爱你 让你来体验我的爱 从这里开始 神要祝福你的家庭 祝福你的婚姻 也许你要问说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要下面做个简短的祷告 来接受跟信靠耶稣 我邀请你一句一句的来跟着我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的救主 还有生命的主宰 我要请求你赦免我的罪 宽恕我一切的过犯 带领我的人生 活在你最美好的旨意中 赐给我你丰满的爱 好让我可以去爱我的家人 我把自己交托给你 我这样子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如果你刚刚跟我做这个祷告 我要非常的恭喜你 我鼓励你继续来到教会 来认识这位爱你创造你的神 好不好 我从座位上面站起来 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主的家 收藏 我的欢喜悲伤 只要点燃希望 光球会自由飞翔 主的家 给我 我会自行的大力 通过我 以双尖铁翅膀 以双健丁翅膀 我的梦 不论在何方 一生的爱 未有佳 一生的爱 未有佳 一生的爱 未有佳 曹主的家 收藏 我的欢喜悲伤 只要点燃希望 梦可会自由飞翔 主的家给我 一双肩的翅膀 我的梦无论在何方 一生的爱会有加 亲爱的老爸父神 我奉祢的名祝福每位 亲爱的来宾朋友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生都可以打造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培育刚强的下一代 祷告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把掌声归给神 哈利路亚 海生爱你 他爱靠你变得更美好